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清楚 擦亮自己的双眼 不是因为他讲中国话 他一定就是我们的同胞兄弟 他和我们是一条心的 海外华人这种海外高华就是一种例子 大家可以听到他刚刚跟柳杰克连线的那种状态 你就能感受到他其实背后的那份满满的恶意 而这种人他又攻击性表达不足 他不敢在柳杰克面前赤裸裸的把他心里的那份坏心思说出来 而同时在这里公然的 我刚才讲了一件事情 我说这一个人如果要是越是强调什么 他就越缺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 高华经常强调两件事 大家不要扣帽子 大家不要人身攻击 他却在那暗戳戳的 你们这帮小粉红 你们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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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就没做到 我从事十几年的这种心理学的工作 心理治疗的工作 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上有一种心态叫做反向形成 什么叫反向形成 就是说你越缺什么 你就越要强调什么 你看往往那种骗子 为了骗别人 像这个台湾的这种老鼠会 他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为那种成功人士 所以他每天 他在网上连个线 说我财务自由了 我如何如何了 你们这帮如何如何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种典型的所谓海外高华 他们具备着一个重要的特质 就是他们在海外 他们融入不到其他种族的群体当中 就是说那些白人群体 他不会每天跟白人在游艇上开party 喝着这种红酒 他不会这样的 他又融入不了自己的同胞 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人 你们太low了 我都已经到美国了 我跟你们 我比你们高级太多了 所以他始终心里有一份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经常讲 高不升低不救 我跟自己人玩不到一起 我还看不起他们 我心目当中向往的那些昂格鲁 萨克逊的那些人里面 他们又不把我当人 我在美国的地位 我还不如黑人呢 所以这种人的心态 他是极度扭曲的 但是他永远也摆脱不了一个赤裸裸的真相 就是他融入不了白人的群体 但却没有办法脱离他的华人组织 这种人往往是什么 进入不到白人的群体里 只能在讲华语的群体当中装逼 这个逼不够他装的一天到晚的 每天都要说 你们不行 他如果真的财富自由了 买一张回国机票 大家如果还听过他之前的言论 他会跟柳杰克在这里抱怨说 哎呀 这回国的机票太贵了 我都买不起 你财务都自由了 你还买不起这个机票 我知道我是没见过哪个财务自由的人是这样的 就是还是不要乱花了 好 来你 所以说什么事儿 就是说他要真有钱的话 他就不至于在这每天张口闭口就抬我财务自由 真财务自由的人很少说这些话 他一定不知道是在美国的哪个角落里 给人刷盘子舔盘子了 这个大家不用信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是那句话 不是所有讲中国话的人都是为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小粉红 很简单 老子不仅是小粉红 老子还是中国红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说没有任何的一种 讲中国话的也好 讲外国话的也好 在全球的这个油管的这个频道上 可以羞辱我的同胞的 所以这种人啊 你关心你的美国 你不是中国人 你虽然讲中国话 长中国人的脸 一头黑头发 但是你不是中国人 就那么简单 你关心你的美国就好 我们中国怎么样 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你不用在这种平台上去阴阳我们自己的同胞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去商量 自己来去聊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特别要强调这件事儿 大家一定要就是防火 防盗 防高火 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完了 第二个事儿我要说 台湾的这个事情啊 今天我看了一下台湾的这个日增 总体来讲应该还算稳步的上升吧 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同时啊 包括之前的这种 这个在防Delta的这个变异株的时候啊 这个台湾做的还是不错的 在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来讲啊 台湾都做的不错 因为说实际实在话 你让台湾搞那种大陆的这种防疫模式 它搞不了 它没有这么大的动能 它没有那么大的量能 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面积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那台湾的这些这个包括这种 富亚隔离病房也好啊 这些医疗资源也好 还有这种专属的加货病房也好 它其实经不起这种大面积的筛产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在之前防Delta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按照自己的这种体量 来考虑适合自己地区特质的一个防疫政策 那总体来讲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 但是同时啊 随着全球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 这个持续的这种疫情的这种状态的变化 那从Delta变成了Omicron的这种变异株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就是高传染性 但同时低独立的这么一种状态之下 那么台湾要考虑到诸多的问题 一个是台湾马上要九合一选举了 你不能搞严格的防疫 同时台湾也搞不了大陆这种动态清零 让老百姓呆在家里面 这个是违反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的 这个这是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把大家都关在一起 还怎么选 那就不要选了 民进党不要选了 对 那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由于大陆这边的团过不来是吧 没有自由行没有团客 已经对台湾的旅游业和服务业造成冲击了 是 你再搞这种生到三级警戒 那台湾的这些老百姓都不要活了 真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点上这是一个 那同时我也要说一件事情 那我看到了台湾 这个最近我在那个查找 查找台湾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同时 我发现台湾的这个总体从数据上来看 台湾的这个疫苗施打率还算是不错的 但同时全球施打疫苗率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老年人和这个敏感人群 有一些基础病的人 他的施打疫苗的率不够高 全世界都一样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Omicron对于年轻人来讲 或者是你施打足够的疫苗来讲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给出的这种数据上来看 还可以 至少不会造成你特别严重的重症 但是老年人就不行了 而台湾的人口结构 你知道又是老人比较多 所以依照台湾的量能 再结合台湾现在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现实的环境 我们要看到台湾其实它也是搞不了的 它搞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是搞这种所谓的这种开放吧 开放 那开放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对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境 至少大陆在动态清零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台湾 台湾以这种倒的这种生态模式 然后同时疫苗施打率还算不错的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被Omicron的这个大面积感染 也有台湾的专家来评估大概可能有460万人 420万人到470万人可能被感染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台湾能够怎么样 台湾的这种模式也可以给全世界一个观察的点 因为每个地区的或者每个国家的这种体能量能 和它的实际情况都不同 你总要量力而回吧 这个我们要考虑到现实 而不是完全的这种理想主义 那么在现在台湾的这种开放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至少台湾老百姓也能够 现在来看还算是稍微能够接受 那未来怎么样我们谁都不清楚 那同时我之前说句实在话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件事情 可能在政治的这种立场上我们不同 我们可以跟一些人针尖对卖萌 但是说句实在话 两岸最终还是要统一的 大家都是同胞 在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一样 疫情面前人人平等 那之前我开频道的这个 我受到台湾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媒体人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影响吧 就是陈徽文他在全世界都在黑武汉的时候 说这个在台湾主流媒体也在黑武汉 说武汉肺炎的时候 他没有说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也要跟咱们自己的同胞说 你跟这些小台独们去战斗也好 在意识形态上去撕逼也好 这个没关系 但同时我还是希望一点 台湾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启发 台湾究竟可不可以用这种共存的模式 就是找到一个未来在后新冠疫情的这个时代当中 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这种可能性 我也是期待我看到 当然我觉得老人的这个台湾的 最后再讲一件事就是 台湾的老人的疫苗施展率还是要上去 因为台湾的这个老龄化其实非常严重 那这样的话呢 你大面积的老人中标 那这个很容易他就脱成重症 那这些脱成重症的人就会挤兑医疗资源 而台湾的负押隔离病房和专属加护病房也是有限的 那几十万人的老人这个大面积的感染 这个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担忧 未来可能会考验台湾的医疗资源 有限的医疗资源 那看看台湾如何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去应对未来的奥米克隆的这种 进入到台湾进行供存的这种模式 也是值得观察的一件事 那也同时希望捷克兄这个最后 就是这个注意好个人防护 你最好不要中标 因为有可能会变小对吧 当然也没关系了 最可怕的就是管长 因为管长只有三公分 如果变小的四公分 他就变成负一 我还ok了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乡民 大概都三十公分起跳 所以我就算小了一点 二十六公分 也是够用的 好不好 你说的那是台湾原住民吧 就是没有台湾 台湾网友都自称自己三十公分 你知道 这是我们台湾的 ok 所以够了 我是不担心了 二十六公分 够用 够用就行 够用了 好 那谢谢 我讲完了 谢谢罗妮你的分享了 好 谢谢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